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高高手摄影视频教学 之前我们讲过了一些摄影的一些理论 和相机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从今天这堂课开始呢 我们正式进入到一个与我们拍摄相关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一些构图 来让我们的照片增光天彩 那么在讲第一课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我们几种构图的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构图的方式呢 就是叫三等分分割法的一种构图方式 也有叫三等分构图方式 也有叫九宫格构图方式 或者说叫黄金分割式的构图方式 黄金分割这个词呢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 可能有些人记忆不那么深刻 其实我们也不用去过于的去强计啊 强行去记忆这个比例关系 其实呢就是我们遵循一个这样一个黄金分割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原则就可以了 它就是一种比较符合人眼观看的比例的这么一个分割线 一个分割点 那么我们先看两张样片 左边这张呢是一个人物的一张照片 这个人物的一个位置 它就是在一个黄金分割点上 它这个人物的这个 有很多个黄金分割点 如果我们从大环境上看呢 人物是在一个黄金分割点上 那么如果我们单纯去看这个人物的话呢 这个人物的头啊 尖啊都是在一个黄金分割点上 就它非常严格的啊 非常规矩的形成这么一个黄金分割的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在拍摄当中呢 我们可以大体 我们可以大体遵循这么一个点位 就可以了 不用非常的严格 因为毕竟我们在摄影构图当中呢 我们不是去画图啊 我们是要体现一定的美感 而且我们现在学到这些构图的知识呢 都是最基础的啊 属于最严格最基础的 被遵循的一种这种规矩 那么你在实际上在使用当中呢 将来可能会改变啊 会灵活运用 所以我们不用过于的去拘泥于一个比例关系 那么右边这张也是一个这个通道的部分啊 就有两个人的一个通道的部分 它也是在一个黄金分割的一条线上 然后同时起到了一个延伸的作用 那么这张图呢 就是更加清晰的啊 我把它画成了一个九宫格 更加清晰的能够感受到 这个黄金分割或者说我们这个三等分的这种分割法的这个定义 那么先看这个大场景啊 大场景这个天空部分和水面的部分 基本上是上二下一的这么一个对比关系啊 就比如说我们在拍摄风光题材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把天和地啊 有一个区分 天留多少 地留多少 其实呢 就是说呃 看你要表现主题的部分 如果说这张照片 我觉得这个云彩啊 这个云层 是一个亮点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云层部分呢 留的多一些 留的两份啊 底下这个水的部分呢 虽然它是一个蓝色的水 水很漂亮 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元素 它只是蓝色 所以不用留很多 那么天空当中这个云彩这个部分呢 是精彩的部分 所以要多留一些 啊 这样我们就遵循了一个 三等分分割法的一个原则 那么我们再看近景的这个小船 小船这个位置呢 就是也是属于一个黄金分割点的一个点位 同时呢 它也是我们三等分分割法的一个 竖向线条的一个位置 同时它也是竖向线条和 横向线条的一个交叉的一个点位 那么这个点 放置你这个摄影的一个交点的主体部分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 这张呢 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熊猫啊 熊猫这个主体和熊猫所在的一个竖刹 都是在了一个黄金分割的一条线上 三等分的这么一条线上 然后它的横向的 也是上面一份底下两份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所以你会感觉看着很舒服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拍人像时候呢 经常会听到我啊 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别把人放在最中间 别把人放正中间 不好看啊 让人稍微偏一点 其实你不用 非去去 严格按照那个比例关系 你只是说 你脑子里有这个意识 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 把这个人 往边上稍微放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张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啊 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这两张 也一个大场景的 也是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这样呢能够把环境当中的一些元素 跟那个人物连带关系的一些元素呢 能够更多的展现一些 刚才我们虽然是以一个风光为范畴的一个课程啊 但是如果说 我们在拍人像的时候 或者说你不管你拍摄任何题材的时候呢 这种黄金分割的这种构图的原则 和三等分的这种构图的方式都可以应用到 比如说现在这两张人像啊 右边这张是属于一个大场景的一个环境 大场景的环境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物放在一个黄金分割线上啊 或者三等分的一条线上 这个竖像的一条线上 那么横向的呢 我们可以把人的这个头部 这个脸部 可以放在一个交叉点上啊 这都是一个很规矩 很平衡的这么一个点位 那么左侧这张呢 是一个特写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特写 那个人物变得很大啊 有时候甚至会充满屏幕 那么我们怎么应用到这个黄金分割这个点位呢 那么眼神啊 你的眼睛 我们在拍特写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焦点啊 一定要放在人的眼睛上 而不是放在鼻子上啊 放在人的眼睛上 那么这个眼睛这个位置 你可以按照这个黄金分割这个理论 你可以把它放在横向的这条线上 或者说是在一个交叉点上 这样就感觉会看起来会更加舒服一些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最基础的第一课啊 就是我们应用最多的一种构图的方式 这种黄金分割的一种法则 或者说叫三等分分割法的一种构图的方式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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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